一个人到底有多绝望 才会以这么残忍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在自杀前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奇怪的计划 先割掉七磅肉去拯救七个陌生人的生命 但他不会随随便便拉来一个人就给予对方帮助 而是要筛选那些真正善良且需要帮助的人 在做这七件事之前 还需要死后有人帮他处理后事 于是他跟朋友说了这个荒唐的决定 看着一心求死的好兄弟 好友费尽口舌极力劝阻 但无奈对方意志坚定随时准备赴死 好友忍不住泪流满面 并保证会完成他的委托 随后二人共同汇总了一个名单 上面都是需要帮助的人 蒂姆在列表中挑选了一位盲人 他先故意打电话挑剔对方 还说了很多尖酸刻薄的语言来羞辱他 没想到盲人始终保持理智 心平气和地结束这通电话 挂断电话后 蒂姆又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不能想象短短几句话 会带给对方多大的伤害 但是为了确认这七磅肉今后的归宿 也只能这样去考验对方 显然工作态度良好 并不能证明就值得托付 蒂姆开始跟踪他想了解更多 于是跟随盲人来到商场 盲人每天下班都会在这里弹奏一曲钢琴 单路人们行色匆匆 根本没有人为他驻足停留 看不见的盲人自顾自的弹奏着 仿佛这里就是维也纳音乐大厅 演奏完毕后 他来到一家餐厅 礼貌谦逊的和一位女服务员讲话 蒂姆看出他对这服务员有意思 便向前询问为何不同他进一步发展 盲人却羞涩地回答 她的专注和才华令人惊叹 对于未来怀抱着无限希望 看着盲人的眼前一片黑暗 却依然积极向上的生活 他确定眼前的盲人值得自己去帮助 在名单上做好标记后 他又开始寻找第二个目标 第二个需要帮助的人 是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他以慈爱和奉献名养于外 可他却不幸患了绝症 需要骨髓移植才能够活下去 由于他欠下了许多债务 蒂姆便以账务催收员的身份来建他 可刚到养老院门口 就被一辆超级炫酷的跑车所吸引 跑车就停在院长的专用停车位 他不由地对这位院长产生疑惑 看到外表慈爱的院长 正在病房里和一位老奶奶交谈 但老奶奶却表现得十分抗拒 他说自己需要六个月的税费 缴纳延期 但眼神中却流入着躲闪与慌张 蒂姆敏锐地捕捉到院长在隐瞒真相 但还是平静地听完了对方说的话 院长离开后 他又转身回到刚刚的病房里 询问院长真的是好人吗 奶奶看着眼前莫名其妙的男子 下意识对他产生提防 在蒂姆的再三保证下 奶奶终于拿起笔 颤颤巍巍地用手写下院长的各种罪状 她表示 每次院长给他吃完药后 就会感到昏昏欲睡 但如果不吃 就会遭到他的殴打 听完这件事 蒂姆表示 定要为他讨回公道 而奶奶接下来控诉的一桩桩一件件 让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蒂姆看着这些如同刀刃的文字 想象不到院长的伪善嘴脸下 竟有这般恶劣行径 气得他直接将老奶奶抱到轮椅上 而此时的院长正好折返回来 蒂姆看着他那恶心的嘴脸 根本不想搭理对方 要求护工立刻为老奶奶仔细检查身体 并表示 如果老人身上有一点伤痕 绝不会轻饶院长 为了不耽误进度 他需要尽快找到下一位骨髓受捐者 行动迅速的他 立马锁定了一名黑人小孩 小小年纪就身患白血病 病痛和治疗将他折磨得虚弱无比 没有力气的他 只能安静地坐在餐桌旁 无助和绝望充斥着母亲的内心 蒂姆被这一家安静幸福的样子打动了 他决定如果骨髓匹配 他将让对方带着自己的骨髓共同成长 很快匹配结果就出来了 俩人的骨髓匹配一致 二人进了手术室 或许是为了惩罚自己 在做手术时 他特意选择不打麻药 医生震惊地问他 以前是否捐过骨髓 但疼痛却让他无法回答医生的任何问题 结束手术的他 每走一步都异常费力 疼痛的感觉让他连腰都直不起来 但因为这小孩 蒂姆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或许能帮助他 于是来到了社区服务中心 负责人一见对方就热泪盈眶 坚定地表示自己愿意给他提供任何帮助 二人绝对是过敏的交情 蒂姆请他帮忙寻找需要帮助 却羞于开口的人 负责人办事效率迅速 很快就有了回音 给了他一个名字 下一位目标是一位身受家暴侵害的女人 据说这女人上个月刚被丈夫打断三根肋骨 但为了这两个孩子 她选择隐忍 不敢报警 蒂姆敲响了她的家门 女人的戒备心很强 她警惕地看着眼前这来历不明的男子 听到蒂姆对自己家庭情况平头论足 女人开始怀疑她是丈夫的朋友 只是过来试探自己的态度 虽然她句句都是要拯救他 但眼前这个陌生男人让她不敢相信 在女人一遍遍地驱赶下 蒂姆还是狼狈地出了门 但在临走前她将名片留在了沙发上 让女人有需要就给她打电话 没想到求救信息来得那么快 入夜她便收到这名母亲的来电 对方哭诉着家暴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她和孩子都被那暴躁无情的丈夫赶了出来 她满脸是伤 无处可去 好在蒂姆早有准备 将自己的车交给了她 指引这位脱家带口的母亲 驱车去一个地方 但是她不敢逃跑 她自己远走高飞之后被抓到 又将面临一场猛烈的毒打 但蒂姆安慰着对方 让她想想自己的孩子 女子本若为母则刚 这位母亲看着在后座熟睡的孩子 沿着海岸线一直行驶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靠海别墅 美丽的装潢让孩子们眼前一亮 这里是蒂姆和妻子的家 桌子上由蒂姆留给她的信 信中只要求这位母亲 签下这份财产转让协议后 二人不要再联系就行 希望她能珍惜这一切 并好好活着 权衡再三后 她满怀感激地签下这个协议 准备带着孩子们开启生活的新篇章 他们沿着沙滩肆意奔跑 彻底逃离了那无尽头的魔窟 就是她的下一个目标 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教练 还坚守在岗位上 气势如虹地教导那群冰球运动员 她不仅是一名好教练 还是一个慈善家 通过自己的渠道发起募捐 资助两个小孩上大学 因为她这样良好的品行 蒂姆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肾脏捐给她 当对方提出为什么要选择我时 因为你是一个好男人 真的 甚至 回到家 她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 对方在电话中 有意无意地试探着自己的心情是否好些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她的工作证丢失了 哥哥怀疑是蒂姆 但她并没有承认 而是反问对方 记不记得自己给过她什么 没有收到答案的哥哥 只好灰溜溜地挂了电话 是的 她借用了哥哥的身份 伪装自己是国税局的人 她的哥哥因为吸烟沉溺 生患癌症在家疗养 再赠予了哥哥一片肺口 趁机拿走了她的工作证 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 可是否值得托付 却无法一朝一夕来评判 她借用了哥哥的身份 利用其权利之便在电脑上 寻找需要帮助的人 最终锁定了一位名叫艾米丽女士的信息 蒂姆将艾米丽的信息下载下来 并随身携带 来到了医院 缘分让二人从电梯中相遇 蒂姆一眼就认出了她 刚想追上去交流 就被护士拦了下来 要求在探视时间才可以进去 透过玻璃 她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女人 那么落寞忧愁 不忍直视的她 转身离开 如心有灵犀板 被病痛折磨的她 起身看到了她的背影 这天在医院食堂吃饭时 艾米丽一眼就看到那西装革履的男人 她认定 这就是在她病房外鬼鬼祟祟的人 蒂姆望过去双目对视 她心虚的眼神闪躲起来 艾米丽却静止走了过来 质问她是否在跟踪自己 有什么企图 蒂姆随机应变 不慌不忙地拿出工作证 大大方方地表示自己 确实在调查她 以国税局的身份 假意催收税款 这时轮到艾米丽不知所措 她赶忙表示自己 刚刚治疗结束准备回家 可不能直接由医院转到监狱 蒂姆看着形势扭转 什么都没说就离开了 但没想到第二天 男人就出现在她家门口 看到那熟悉的面孔 她有些头大 但谁让她是债主呢 准备去遛狗的艾米丽 邀请她同行 蒂姆也非常绅士 包揽了遛狗的工作 没想到这狗力气这么大 她在家里做客 坦诚地告知对方 以自己现在的处境 根本没办法将钱送往银行 她需要时间来周转 蒂姆却好像并不在乎 她什么时候能还钱 甚至还主动帮助 其增长还款时间 比起金钱 她更关心艾米丽的健康 临走时她留下了名片表示 这突如其来的善意 让她不知所措 虽然对方总是一副 公事公办的样子 但她却总觉得 蒂姆的举动是在帮助她 于是问出了藏在心中已久的问题 艾米丽看着对方 渐行渐远的背影 久违的温暖 让她的心泛起一阵涟漪 而回到车上的蒂姆 好像也在期待着什么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很快她就接到了 艾米丽打来的电话 原来艾米丽的病情不断加重 在清晨遛狗时 她忽然心脏一阵悸动 呼吸困难 瞬间天旋地转地栽倒在地上 幸好在旁边的邻居 及时叫来救护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满是消毒水位的病房中醒来 那突如其来的孤独感 让她坠坠不安 艾米丽真切地感受到 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 不知何时 自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于是就给蒂姆指点 她觉得自己 现在的情况 并不是一个好迹象 随时要面对死亡的她 害怕极了 蒂姆轻声安慰着她 边打着电话 边赶到病房 看着艾米丽熟睡的侧颜 似乎触及了自己内心 最柔软的角落 蒂姆忍不住将心里话说了出来 就这样 她在病房里守了一夜 醒来的艾米丽 看着满脸憔悴的男人 在自己床边 心里多了些感动 她试探着 用手轻轻触碰对方 这是一声推门而入 给了艾米丽一个传呼机 原因竟是她的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 如今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只要传呼机一响 就代表着 有人愿意为她捐赠心脏 她的心声也就随之而来 艾米丽明白这机会渺茫 除非有奇迹发生 但还是抱着一丝求生的希望 收下了传呼机 她请求蒂姆留下来 陪伴自己最后一程 看着那满脸泪水的女孩 她同意了 随即带着艾米丽驱车回家 蒂姆将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就这样 在车上 二人的心越靠越近 看着这样英俊幽默的男生 艾米丽不由的心跳加速 询问她之前的感情经历 却遭到了极言吏色的制止 看着她坚定的目光 艾米丽明白 这段感情是她不能提及的事 心还没打扫干净 就来撩拨自己 真是个渣男 她不再犹豫 直接下车离开 严肃的样子 令人无法靠近 蒂姆赶忙下车追了上去 叫住对方后 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 吃了个闭门羹的蒂姆 信心离开 回到车上 她也开始怒吼着 宣泄自己的情绪 蒂姆不想对她说谎 但又无法歧视她曾经的经历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 蒂姆第二天向她道歉 可她道歉的方式真特别 一大早 蒂姆就来到艾米丽家 收买了艾米丽的狗 就是好处多多 她不会拦着 自己为对方除草 甚至还在旁边蹲守 看着穿一身西装拔草的蒂姆 艾米丽不禁调侃 对方的衣服太过正式 雨野草丛格格不入 看着这道歉的态度 艾米丽选择了原谅 拉着蒂姆 摆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向对方介绍 自己生病之前的工作 制作贺卡和勤俭 但是遗憾的是 相伴多年的机器免久失修 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无法再工作 确实艾米丽 紧紧演示一下 机器如何运转 就累得气喘吁吁 为排解艾米丽的丑思 蒂姆将她带到田野上 看着辽阔的草地 艾米丽的心情 也变得开阔晴朗 二人一狗 在田野上畅谈 艾米丽面对着未来 有好多想法 想坐飞机 想去旅行 想跑不想找到真正的自己 等病好了之后 她要一一实现 蒂姆看着她 积极乐观的样子 她的内心也开始变得柔软 艾米丽非常感激 对方的陪伴与鼓励 离别前给了她一记相吻 这让蒂姆的心更加徘徊 回想起和这女人相处的一幕幕 她好像开始留恋人间 但内心怀抱着 对妻子的愧疚 她不知道 是否该和艾米丽走下去 就在她犹豫不决时 艾米丽的电话打了进来 邀请她来家里 恭敬晚餐 为了不辜负盛情 蒂姆还精心地 刮了胡子前去赴约 艾米丽也盛装打扮 二人开启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他们都非常默契地 为对方准备了礼物 艾米丽拿出一身休闲装 作为她暗示日约的奖励 而蒂姆也将她 如是珍宝的打印机修理完善 月光下二人 伴随着悠扬的旋律 跳起了舞 气氛逐渐暧昧 俩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她目光如水般温柔 蒂姆彻底沦陷在她的眼眸 情不自禁地吻上她的唇 雨下的稀稀粒粒 他们同对方坦诚相待 在轻易时刻 他们玩了一个假如的游戏 假如她得到了一个心脏 也不发生排斥反应 假如她生活在这世上的时间 足够我们就结婚 假如我们结婚 假如我们有一堆孩子 他们共同畅想着美好的未来 看着眼前在睡梦中 不住抽期的爱人 蒂姆想活下去 想和这个深爱的女人有将来 于是她在大雨里奔向医院 来找到艾米莉的主治医生 询问她到底有多少活下来的希望 如果真的没有捐赠者的话 还能活多久 答案竟是短短的一星期 命运像是和她开了个玩笑 艾米莉的出现如同一束光 照亮了她黯淡的人生 是她破败世界里新的希望 同时也是她的催命符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艾米莉的生命会消亡 只能在这时继续她的救赎计划 为了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给朋友打了一个电话 艾米等对方回复 蒂姆就挂断电话 她回到家中 做好一番心理建设后 毫不犹豫拨通了那位盲人的电话 为之前的不礼貌行为 向她道歉 并承默要送给对方一份礼物 随后便结束了这通电话 紧接着她动作利落的 像早已练习过无数次一样 算着时间拨通了救护车电话 然后将冰块倒入浴缸 放满水 义无反顾地 躺进装满冰块的浴缸中 刺骨的含义 侵蚀着她的毛孔 令其颤抖不止 再将剧毒水母放进浴缸 温柔的水母攀上她的手臂 开始释放毒汁 钻心的疼痛让她不断挣扎 尽管如此 她依旧尽力控制着自己不发出声音 以免惊扰到邻居 扭曲的表情和无声的哀嚎 令她不禁抓紧玉莲 随着玉莲被拽落在地 她的呼吸也终止在这一刻 那粘在地上的纸条 提醒着医护人员 注意剧毒水母 救护车来得很及时 虽然她的生命体征已经消失 但因为冰块的作用 她所有的内脏都保存完好 与此同时 传呼机的声音将艾米莉唤醒 她不敢置信地 看着那颤动的传呼机 想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蒂姆 可身旁却早已不见她的踪影 昨晚仿佛是一场梦 就连被送进手术室 她都幻想着和蒂姆的美好将来 却不知自己深爱的人就躺在旁边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蒂姆的心脏在她的胸腔开始跳动 心电图的曲线也由平淡开始蜿蜒 那跃动的曲线 好像在诉说着蒂姆想表达的爱意 艾米莉出院后才知道 愿意为她捐赠心脏的人 原来是自己心爱的蒂姆 她选择用拯救别人的方式 来救赎自己的曾经 肺医治给了弟弟 肝脏捐赠给了社区负责人 海景别墅庇护了被家暴的女人 肾脏助立了冰球教练的教育事业 骨髓给予了黑人男孩希望 眼角膜带点盲人光明 而那颗最温暖的心脏 则在她心爱的女子身体中跳动着 此时悲伤如潮水般向艾米莉涌来 自己重生的代价 竟是深爱的男人永远离开 她不敢相信自己 在绝望时 蒂姆是如何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安慰自己 当她的心脏在自己身体里跳动 她能明确地感觉到 这就是她的爱 她回想着同蒂姆过往的点点滴滴 为数不多的记忆竟温暖着她很久很久 几年后 艾米莉来到一个草坪音乐会 在一名男子身上仿佛看到了蒂姆的身影 她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凝视着那如水般温柔的双眸 她不禁泪流满面 她的双眼已经认出了那颗 在她胸膛里跳动的心脏 那是蒂姆的心脏 那是他们共同的记忆与情感 她的心脏也接受了那双眼睛 传递过来的深情目光 那是蒂姆的眼睛 她透过她的眼看到了自己的心 她原本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有着妩媚的妻子和阳光海警方 可是老天却和她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在和妻子出游时 男人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导致没有注意到对面爱车 她猛打方向盘躲避 顷刻间车子翻滚 妻子直接被甩在地上 对面车中的伤亡更为惨烈 六人竟无意生还 虽然警方判定这是一场意外事故 但只有蒂姆自己知道 这是因为她行车不规范导致的 活下来的她 每天大声地重复那些人的名字 遇难者的照片在脑海中不断浮现 而墙上站的树里 加的都是当天事故报纸 她再也无法忍受这拙心的痛苦 于是决定割掉七磅肉 来拯救七个人的生命 生命的重量到底有多重 在这部电影里是七磅 每个人最终要面对的都是死亡 但蒂姆却从未离去 她的爱也从未消失 她用死亡换取了自己灵魂的宁静 而她的奉献 让有限的生命得以延长 那些受赠者本来灰暗的人生 原本即将枯萎的生命 得到了新生 得到了绽放 他们将带着蒂姆赠你的爱与奉献 勇敢地走向未来 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